大家好,我是大牛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鸡腿的新吃法 照烧鸡腿 配上米饭,小孩子们特别爱吃 新鲜鸡腿6只洗净 先用剪刀剪开 再慢慢剃掉里面的骨头 冲洗干净后,用牙签戳几个眼 放适量的食盐 5克料酒 搅匀后腌制10分钟 再备一个碗,放适量冰糖 也可以用蜂蜜 再加一勺蚝油 加两勺料酒 三勺生抽 作为料汁备用 热锅放油,油烧五分热 下入酸片,姜片 再把鸡腿皮朝下 小火慢煎 边煎边用锅铲按压鸡腿肉 煎至颜色发黄,翻面再煎 然后倒入配好的料汁 中火焖五分钟 在大火收之后即可起锅装盘 配上孩子们爱吃的蔬菜 这样营养又健康的照烧鸡腿就做好了 你也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关注留言并转发 谢谢大家,明天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